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多 想要去又不敢 一开始其实很麻烦的脑 因为我考虑到至少是每一天 最后我还是找了几个志工 一起去市场做 终于勇敢踏出第一步这样 当时这样做是非常开心 最大收获就是 我本来体脂肪是32、33的 去做健康检查 体脂肪竟然变28 春贵师姐 一条绳子把它撕成三条 这样子再利用那个绳子 然后非常地习乎 这让我非常地震撼 那也影响到我一直到现在 变成我也会懂得这样子 去利用这些东西 上人呼吁清念在源头的时候 我就在我负责那个点那边 开始做宣导 心里就想说我要做一个 那个必报 当我心里这样动这个念头 要有海报的时候 那一个礼拜 就会收到了麻将桌的那个纸 那我拿到那个纸 如果珍宝非常开心 然后就赶快拿回家 就趴在我们家的地板 然后再写 然后就写个好几张 终于写出来 当我挂浪去的时候 有过路的民众会停下来 我就赶快跟他们宣导 前景暖化现在非常严重 真的是来不及了 还是希望说能够支持着 我自己这样走下去 然后改变一个人算是一个人 对特别快 因为我们这个 guys 我们去交代 尤其没有 karena再一次 那我们你的儿子 要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